大家好 在影片開始之前 歡迎掃畫面中間的QR Code 加入波拉西亞戰績資訊交流群 和我們一起分享你的攻略心得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點讚、訂閱 給我們小小鼓勵喔 前一部影片提到新手練功的知識 可以將1-35集當作一個等級區間 大略是遊戲背景大綱和新手教程 如果快速衝刺的話大約需要2小時左右 35等之後就是玩家之間的互動 也就是這款波拉西亞戰績的重點特色啦 亞葵系統怎麼提升? 透過旅團貢獻獲得的殘劫絲線可以升級亞葵 亞葵升級後會獲得強化點數 每個等級三個技能任意一個升到滿 就可以開啟下一個等級的屬性 屬性可以透過成長重製卷軸洗調重新分配 委託任務 每天可以接10個 10個解完會出現區域首領委託 這個首領是真身首領的弱化版 通關條件是限時單人通關 早上5點重製次數 每日必解 獎勵部分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接任務 前期充等可以選擇經驗獎勵 有裝備需求的人再選擇藍裝囉 貢獻物品 貢獻物品是用來提升旅團的經驗 還有獲得亞葵升級的殘劫線絲 平時掛機打大的裝備碎片 如果很多的話 建議直接做成裝備 貢獻給旅團 蘇魔力是什麼 商店購買的蘇魔力藥水 使用後可以獲得500點蘇魔力 火攻或施放部分技能時 會消耗蘇魔力點數增加額外傷害 負重系統 這遊戲只有負重100%以上會顯示過重 過重時會無法行動無法空間轉移 負重可以在卡時收藏坐騎腰帶方面提升 傳送移動 相信大家對於遠距離的移動都感到相當痛苦 這邊教你一個可以省時的方法 開啟環境設定 操作 便捷 往下拉 自動移動部分 一律使用空間轉移 把它開啟成實用 這樣在遠距離移動時就會自動透過傳送式進行轉移 傳送移動在長距離移動時可以節省部分的路程時間 不過建議大家先把地圖上的迷霧區域都先走過之後再開啟比較好喔 沒有檢取按鍵嗎? 遊戲道路物品是按貢獻度為基礎來分配 如果是組隊或者加入旅團部隊時 則對外由團體貢獻度來分配 隊內可以設定貢獻度 隊長拾取 還有隨機分配等三種方式 MP老師不夠用怎麼辦? 這遊戲技能學滿之後魔力相對匱乏 要常駐魔力藥水對一般玩家來說有點吃力 因為它不僅貴而且很重 所以平時掛機技能非必要的都不要開自動施展 其中包含核心技能 基礎技能還有銜接技能都一樣喔 怪物血條 為什麼有些怪物跟BOSS會看得到血量呢? 人物等級超過NPC值會顯示目標HP 越級打怪只會顯示問號問號問號 裝備侵蝕 裝備強化超過安定值會有一個侵蝕區間 類侵蝕的裝備不會消失 但強化值會降低 並且無法再度強化跟販售 需透過解除侵蝕卷軸才可以消除 卷軸可以在商店跟慶典獎勵裡面取得 還有其他想知道的問題嗎? 歡迎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